真相我来帮你追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新闻故事 今天一上来 我要首先感谢前天节目之后 在留言区给我捐款的朋友 尤其是这位Michael先生 一下子就是100美金 非常感谢 多说一句 通过油管的留言区捐款 油管会拿走差不多三分之一多 所以愿意捐助我频道的朋友 非常希望您能够通过 我们的专属的捐款网站 来给我捐款 那么网址就在每期节目评论区 或者留言区的置顶处 或者文字区都能找到 找打赏支持网址 登录之后通过那给我捐助 那么钱就会全部都进到 我这个频道里面来 好再次感谢 再次表达我的谢意 近期华语乐坛最火的乐队 五月天出事了 它在一系列演出中 被爆出假唱风波 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叫做麦田农夫的博主 发了一个视频 说他把五月天 在最近演唱会上的 12首歌的现场的收音 输入专业的软件分析 鉴定之后发现 其中至少有六首 是全程假唱 其中另外还有几首 开头有假唱的痕迹 这个事件经过大陆的大小媒体 一顿的大肆渲染之后 一时间五月天 假唱冲上了热搜 对这件事我的关注点 倒不是假唱的本身 我想聊一聊五月天 这个伴随着几代人 走过青春的乐队 他们的故事 以及假唱事件背后的 那些文章 把时间拨回到1998年 那时候五月天 还是个无人问津的地下乐团 前途迷茫的他们 已经准备好放弃音乐生涯了 但在正式散伙之前 大家还是决定再拼他一把 于是几个年轻人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精心录制了一份demo 样带 寄给了光复南路的滚石唱片 看着面前这个包裹 他们也不知道 收信人该写谁的名字 只好写上唱片制作人收 临出门前主唱阿信 又拿回包裹 在上面又加了一句话 就算要丢进垃圾桶 也请拜托听完再丢 滚石唱片的制作人很多 邮件收发室的员工一看 这个包裹上没有明确的收件人 想都不想 就给他扔进了垃圾桶里 不久之后五月天 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说 你好我是李宗盛 他们还以为是诈骗电话 毫不客气的回答 拉倒吧 你是李宗盛 我而罗大佑 没想到对方真的就是李宗盛 原来李宗盛那天 正好经过垃圾桶的时候 被包裹上阿信的那行字 给吸引了 在他把这个呆毛 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那一刻 也把五月天捡进了滚石唱片 好在继续我们的故事之前 提醒您一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订阅 经常来听听我讲这个故事 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 每天你们的邮箱里面 都会涌进不计其数的诈骗邮件 上网的时候旁边总会蹦出 和你最近的购物历史记录相关的 以及搜索记录相关的广告 网络渐渐成了一个离不开 但又充满了风险的地方 而且眼下在人工智能 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帮助下 骗子们的钓鱼网站 做得简直以假乱真的 眼花缭乱的欺诈手法 是层出不穷 一旦不慎点击了 这些可怕的网站 事后不论你怎么删除 你的历史记录都没用 你的邮箱 银行账号 密码等等 这些重要的私人信息 会立刻被骗子窃取 不少朋友都有过 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就是因为担心 会泄露我的个人隐私 或者遭到网络欺诈 所以才开始使用 Surfshark VPN的 通过Surfshark VPN上网 你的所有的个人信息 都是被加密的 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 任何别有用心的人 都无法追踪到您的足迹 也看不到任何关于 你的个人信息 而且Surfshark执行 严格的无日制政策 保护用户的个人资料 不会外泄 Surfshark也不会搜集 您的个人信息 特别的安全 另外有过网购经验的朋友 可能会发现 你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 同一件商品的价格 是不一样的 因为购物网站会根据 您所在地的平均消费水平 来调整货品的价格 但是如果你通过Surfshark 更改一下你的IP地址 就可以拿到最优惠的价格了 再一个Surfshark VPN 还是一款非常好用的 追剧神器 像Netflix HBO上有大量的精彩的 影视剧集 但其中很多都有 地域版权的限制 比如说Netflix上 一共有17500多部影视剧 但美国的观众 只能看到其中6300多部 而在捷克的观众 却能看到8500多部 所以您只要通过Surfshark 更改一下您所在地的IP地址 就可以畅通无阻的看电影了 还能有效保护电脑 手机远离病毒等等功能 您只要开通一个账号 就能在所有的装置上使用了 还能和家人共享 订购Surfshark VPN的网址 我会放到今天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记住在购买的时候 只要输入专属折扣码 FUNNY NEWS 就可以立即获得 我为我的观众朋友申请的 独家的优惠 卖加6个月的免费使用 那么购买之后 如果觉得不理想 您可以在30天内无条件退款 记住折扣码是FUNNY NEWS 好 咱们继续讲故事 五月天的主唱阿信的老爸 是一个音乐发烧友 在阿信出生前 曾经开过一家唱片店 但很快就关门歇业了 那些没卖出去的唱片 后来成了阿信的玩具 每天一放学 他就会坐在老式唱片机前 从凤飞飞听到林书荣 他最爱听的就是张雨生的 天天想你 渐渐的阿信觉得 自个儿也有唱歌的天赋 于是报名去参加合唱团 谁知道刚唱了两个音 就被老师叫停了 老师瞥了他一眼 好好学习 你这个画画还不错是吧 好好学画画去吧 后来就是凭借着画画的特长 阿信作为特长生 才进了师大附中 和阿信比起来 贝斯手Masha更加叛逆 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逃学 老妈为了让他能够听话 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架钢琴 专门请钢琴老师 上门来教他弹钢琴 出乎意料的 Masha一听到琴声 立刻就迷上了钢琴 母亲非常欣慰 觉得这下我的儿子 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气质型男了 谁承想二年级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Masha的老爸跳出来反对 因为他觉得 搞音乐又不能当饭吃 而且觉得男生学钢琴 会变得娘娘腔 不久之后 Masha的父母离异 把他丢给亲戚抚养 钢琴课就此中断 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无法割舍音乐了 后来有朋友送了他一张 Biddles 披头式的唱片 他立刻就迷上了摇滚乐 瞬间把兴趣从钢琴转到了bass 在五月天的这几个人中 唯一的学霸是吉他手怪兽 怪兽初中的时候成绩很好 当律师的老爸 盼着他能够考个好高中 然后去台大念法律 将来滋称副业 没想到怪兽中考失守 成绩很一般 就只能上一个普通高中了 老妈心疼儿子就买了把吉他 送给他当做这个毕业礼物 那个暑假 他几乎天天在学吉他 他不愧是个学霸 怪兽连学吉他都学得非常的快 这个暑假结束之后 他已经能够拿着吉他 到处表演了 1992年考试失守的学霸怪兽 和靠美术特长 才进入高中的学渣阿信 在师大附中相遇了 一开始怪兽觉得 这个阿信长得有点像黎明 肯定是个绣花枕头 一脸的鄙视 阿信则觉得 这个怪兽吉他弹得这么好 是吧 女生一听他弹琴 就不理自个儿了 于是离他远点吧 就这样 两个人互相看不上 谁也不理谁 高一下学期 学校选这个社团干部 不知道为什么老师 让阿信和怪兽一起 去组建一个吉他社团 两人终于就第一次合作了 结果一聊如故 相见恨晚 于是两个人就成了吉他社的社长和副社长 在他们的任期里 还创下当时学校的吉他社招生人数的历史记录 有三百多新生加入了他们的吉他社 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五月天的贝斯手 Masha和吉他手石头 另一个吉他手 高中快结束的那年夏末 几个好朋友用攒了好久的零钱 买了李宗盛演唱会的门票 小伙伴们全程仰着头 痴痴的望着偶像 那时候他们根本想不到 四年之后 李宗盛会给他们打电话 1997年几个人决定组一个乐队 名字就用这个贝斯手Masha 在这个校园网站上的这个代号叫的May Day 于是五月天诞生了 开始的几年非常辛苦 这个无名乐队为了历练 也为了生存 经常骑着电动车到偏僻的乡下去演出 身上背着琴 后面载着人 前面两只脚还要夹着音箱 一不小心还会在山里面迷路 四周漆黑一片 冬天的晚上是又冷又湿 那些艰难的岁月 仿佛要把这几个年轻人心中的热火通通浇灭 有一次参加了一个乡下的音乐节 阿兴担心夜里面器材被人偷走 黄娇屁眼 于是自告奋勇留下来看守乐器 那一晚他彻夜未眠 身上被蚊子咬了全是薄 望着满天的繁星 顿时觉得内心更加的彷徨 他开始怀疑自己 怀疑搞音乐是不是只是我年少轻狂的一个梦 梦一旦醒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天亮之后阿兴已经打起了退堂鼓了 后来是怪兽的一句话 让他重新坚定了下来 那天他去找怪兽 刚走到门口正好碰到怪兽的老爸 苦口婆心的教育他的儿子 赶紧回归正途吧 阿兴正好走到门口 就悄悄听见父子俩的一段对话 就听见这个怪兽的老爸 劝他为了你自个儿的前途 别再跟阿兴那帮学渣瞎混了 怪兽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 阿兴很有才气的 在门口的阿兴听完之后 眼泪多筐而出 就这样阿兴决定继续追梦 1998年 李宗盛听了阿兴他们的这个样带之后 觉得这几个新人和别人不太一样 有一种特殊的人文味道 嗓音也非常的清亮 便约他们到公司见个面 四年前在李宗盛演唱会上 他们只能远远的仰视 现在偶像就站在他们面前 邀请他们和滚石签约 几个人是又紧张又激动 多年后李宗盛回忆那天 见面时候的情景笑着说 我没有看错人 签约滚石之后 随着鼓手冠右的加盟 阿兴怪兽 Masha石头和冠右 五月天 已经做好了一鸣惊人的准备了 1999年 五月天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收录了包括 《疯狂的世界》 《拥抱》和《致命与春娇》等歌曲 表达了台湾新一代年轻人 内心无处安放的这种青春迷茫 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 销量一举突破了30万张 作为新人30万张 这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和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的销量 一样的 其中传唱最广的 就是那一首《致命与春娇》 当时阿兴在公交车上 突然想起他高中的时候 一次逃课 独自一人跑到了淡水去闲逛 迟出在这个杨柳岸边 一阵蒙蒙细雨飘来 听着潮水拍打低暗的声音 一阵旋律略过脑际 于是他写出了 《致命与春娇》的旋律 后来这首歌又启发了 香港导演彭浩翔 派出了那部同名电影《致命与春娇》 不久滚石决定在台北市立体育馆 为五月天举行一次大型演唱会 演唱会的名字叫做 第168演唱会 因为他们之前 已经举办过大大小小167场演出了 不同的是 之前的167场加起来的观众 还不到两万人 而这一次一场就一万多人 五月天心里没底 不知道他们自个儿有多大的号召力 结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进场之后 现场一片竟然全部做了个满场 阿星的老爸在看完了这场演唱会之后 欣慰的对他说 以后要好好地做 不要辜负别人对你的期待 再往后的故事 大家就耳熟能详了 随着一首首成名曲 在大街小巷里传唱 五月天 伴随着一代代人 走过了他们的青春 By the way 我最喜欢五月天那首歌就是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那么您最喜欢他们的哪首歌呢 请记得在我的今天节目下面的留言区 咱们一起分享一下 好 故事讲到这 就要稍微聊一聊最近的假唱事件了 在我看来 流行歌手在这样高密度高强度的演唱会中间出现身体疲劳 嗓子破音的现象是很正常的 又不是铁嗓子 几乎所有的歌手流行歌手 哪怕像张学友这样的被公认是歌王级别的歌手 也会有过在演唱会高音唱不上去了 破音了 以至于不得不停下来暂停演唱会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估计就是因为嗓子或者身体出现了这个状况 或者担心会出现状况 五月天才无奈地采用了部分歌曲假唱 这样的一个办法 不得已的办法 但是假唱确实是不应该 但是大家看看目前这个态势 包括人民日报央视在内的一大批大陆的官媒 以及大大小小的媒体自媒体 一窝蜂冲上去拿这事做文章 这个架势是不是有点奇怪 有点要搞事情 同时不少所谓的大陆的爱国大V 开始把五月天假唱事件往台独上说事了 说五月天是台独艺人 这就有点可笑了 人民日报不仅大家踏伐 要求有关部门严加管理 甚至威胁五月天要永久敬畅 呵 好的 你威胁谁呢 一个叫做子武侠士 听着名字叫做爱国博主 大陆的这种爱国博主 转发了一个帖子 说五月天支持过香港的反战中运动 还力挺过台湾的太阳花运动 还反对和中国签署服貌协议 意思就是号召所有的爱国青年们 起来抵制五月天 这个用意就有点险恶了 其实大家想想什么假唱不假唱 中共真的关心吗 每年的春晚 那些为中共涂脂抹粉的歌手们 几乎全是假唱 这是公开的秘密 甚至连很多小品相声 都是提前录制好 到时候放出来的 都是假唱 都是假的 你弄虚作假 是中共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伎俩之一 他怎么会把做假唱当回事呢 那么热潮假唱事件的目的 不外乎两个 一个是为了转移焦点 大家知道 但凡到了中共有丑事被曝光的时候 或者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候 或者是他觉得有什么事 架不住的时候 他们就会放出一些娱乐明星的 这种绯闻八卦 谁谁嫖娼娼 谁谁吸毒了 转移焦点 转移视线 大家现在都知道 一旦中共碰到什么麻烦了 就会有明星 该出事了 已经是规律了 眼下神秘的肺炎疫情大爆发 于是抓住五月天的把柄 大肆炒作加唱 转移视线 这第一 其次 借此打压港台艺人 凡是只要往台独上一考 吓得那帮港台艺人屁滚尿流 这招是屡试不爽 中共就是要给那些港台艺人 让你们乖乖的听党的话 做党的好奴才 帮党站台替党宣传 同时借机敲打敲打那些 还不听话的义语 小心点 前车之鉴注意点 那么大家对五月天假唱这件事 你们是怎么看的 非常希望在留言区 看见您的留言 谈谈您的看法 那么说到这儿 就要说一说 另一个舔共无底线 爱党冲在最前面 让党很放心的 与党同行的 来自香港的歌手 王嘉尔了 这个王嘉尔 我以前压根不知道有这么个人物 直到今年一月 他在伦敦开演唱会 在演唱会上 他有一段表演 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我看了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世上 还有这么一个货 接下来 先请大家欣赏一下 他在伦敦的那段表演 提醒您一下 请准备好呕吐用的垃圾桶 有人说 我跟别人一样 择不吭 放这儿 Sup 我就是他 亲���的 这里 现在 涉ín 有了 太多什么 媒体 关 Stud 你们 我 罙怀 有 活丷 уса 如果 喝多了 喝多了 这喝多了 这明显 哎呦 我说了 提前准备好垃圾桶 会吐的你知道吗 我的个天哪 我多不容易 为了做这期节目 这个玩看了好几遍 而且为了把它剪出来 又看了好几遍 差点把这个胃里的酸水都吐出来 我的天 节目结束之后 刚刚吐过的朋友 请到留言区举一下手 咱们一起互相同情一下 我的天 王嘉尔最早是混韩国男团的 后来韩国把这些中国籍的成员 大家都赶回去了 王嘉尔只好回到内地发展 那可以理解吗 一个无名之辈 当时为了出人头地 不得不想点办法 走点捷径 人家想的办法 都是提高自己的才艺 或者靠才华 或者靠人脉 而王嘉尔既没才华 也没人脉 那怎么办 有办法呀 爱国呀 我爱国呀 他以前在韩国默默无闻的时候 碰到这个采访的时候 人家问他 你来自哪个国家呀 他的回答都是 香港 香港 绝口不提 Chin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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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填资料的时候 国籍内栏写的也是香港 那时候香港比大陆洋气多了 香港人在海外受欢迎的程度 那比大陆人强多了 回到大陆发展以后 变了 每次采访 必然强调 自个是中国人 I'm Chinese China China 随时拿这个小 这个血旗 一有机会 你拿出来拍照 各种拿着旗子拍照 走出机场的时候 知道外面有这个粉丝 或者记者 于是立刻套上一个 国旗图案的这个 这个脖枕 这是他小心机 可是有曾经 我在网上看过 有网友爆料 说有一次 他在国外的机场 遇见了王家尔 当时现场没有记者 也没有粉丝 他想上去打个招呼 想拍个合影 结果王家尔假装不懂 听不懂中文 还一直说英文 跟他讲英文 然后扬长而去 大陆娱乐圈 靠爱国上位的成功的例子 比一比皆是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战狗 吴京 吴京 从一个武踢 就是武打踢身 从那干起 慢慢熬成了 有几个正面镜头的 这个武打演员 最后终于再进一步 成了一个18线的小明星 你看人家现在靠着一步 两步是吧 战狼 傲视群雄 成了中国片酬最高的 男明星之一 这成功的多容易啊 容易 这才不容易呢 这得多不要脸才办得到 我天 没关系啊 要脸这件事 那得是像你我这种 有良知 有道德 有信仰 有底线的人 才会在乎的 什么吴京 王家尔 反正一直也没有 无所谓 于是王家尔开始努力爱国 2019年下 当时香港民众 纷纷走上街头 抛洒热血 守护自由 反送中的时候 同为香港人的 王家尔 发了一面中共的血旗 表示要当一名护旗手 这番表态 立刻获得了 党妈央视的赞赏 几天之后 央视声称 王家尔遭到暴徒的威胁 说有暴徒 曝光了王家尔 在韩国的住址 和香港的行 还住在韩国现在是吧 为什么不回中国 为什么不 曝光他的行程 甚至扬言要去机场攻击 王家尔 央视在报道中 安慰他的奴才 恣意妄为者 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王家尔请注意安全 王家尔看了之后 感激涕零 党妈真好 随后在南美的一场演唱会上 披着中共的血旗 哥们就上去了 并对着全场观众大喊 请叫我中国人 这脑子 基本上爱国狗都是脑残 演给谁看呢 不得不说 但是爱国这招真的好使 很快王家尔就收获了丰厚的回报 不但拿到了大把单纲 影视剧主演的机会 还频频出现在不少收视率颇高的综艺节目中 2022年终于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功成名就 作为回报 是的 党对这些狗奴才是要回报的 于是作为回报 王家尔在伦敦 今年初在伦敦 就非常卖力的表演了 刚才看到的那出丑剧 据媒体报道 近日正在准备北京演唱会的王家尔 突然病倒了 据说正是被最新的这波神秘的疫情肺炎 击中的 看过我前天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病毒是长眼睛的 我之前节目说的非常详细非常多了 大家可以看看 所有中共党员 或者是不遗余力的帮中共站台的 卖力舔共的死心塌地 死心塌地跟着中共走的 替中共扛骑的人 都在最危险之中 近期大陆很多演艺圈的名人 密集去世 包括一级演员 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教授 马金武电影学院的表演系主任 刘诗斌都去世了 这俩人我都认识 马金武很有名 很多朋友看过他演的戏 这张脸非常面熟 他演过很多替中共涂脂抹粉的 红色电影 还有电视剧话剧什么的 去世了 刘诗斌也是 从1992年起 他就担任北电表演系的戏主任 后来很多的明星 他都曾经教过 我去电影学院见过他 他也拍过很多 做过很多帮中共涂脂抹粉的事 也是个优秀党员 还有那个唱过红歌 我和我的祖国的著名的 蒙古族的歌唱家 德德玛 11月28号也病亡 还有电影 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的导演 中共党员常宴 10月28日在长春的家中去世 保密局的枪声 我小时候就知道这部戏 很多上点年纪的朋友都看过 是吧 我爸我妈都去看过 是一部非常著名的红色电影 还有这个电视剧 大宅门的 那个著名导演 郭宝昌也去世了 说起来我和这个郭导 还有过一段交情 大宅门第一次筹备拍摄 是在1999年的年底 当时郭导看过 我在雍正王朝里的表演之后 就选我来扮演 大宅门中的男一号白景旗 就是陈宝国后来演的那个角色 白景旗的二儿子 白颖轩 最开始是我演的 结果开机不到两周 投资方出事了 整个剧组就只喝停拍 散伙了 大家就暂时散伙了 我很快就接了其他的戏 就别的戏片约了 半年之后 大宅门终于又找来了 新的投资方 重新开机 但那时候我已经有 片约再深了 就只好遗憾的 和这部戏就失之交臂了 郭宝昌导演人很好 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 伯乐 是个非常温厚的长者 但是很不幸 作为一个导演 他也为中共拍了 太多的红色影视作品 所以就非常遗憾了 对于艺人 屈服于强权这件事 虽然我是理解的 在强权面前确实是看过 把我们别姬的朋友都知道 所以我对他们是同情的 但是我也持保留态度 对吧 所以我也非常想听一听 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非常希望在留言区 看到您的留言 咱们也互相交流一下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多说几句 我们这些自媒体频道 因为揭露中共 以及谈论一些敏感的社会话题 所以是没有太多资金来源 很多广告商是不敢赞助我们这些频道的 为了继续做好节目 继续讲清真相 所以呼吁大家给我们捐款 这样我们能够走得更远 坚持到中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那一天 现在是年终岁末 希望大家慷慨解囊 我们一起来携手迎接一个 没有中共携党的新世界 那么捐款网站就在 美其剪屏论区的置顶处 或者您现在扫买屏幕上 二维码也是可以的 最后向您推荐我的会员节目 大话西游 这是一个专门讲述西方艺术世界 大名定位的名字背后 精彩故事的节目 上两周我给大家讲的是 威尼斯画派掌门人提香 精彩的人生故事 本周将带给大家的是 威尼斯画派的另外两名大将 他们有趣的故事 期待有空的时候 您去体验一段轻松美好的时光 同时这个油管的会员频道 您只要在我的油管主页的左上角 或者上面 找到一个加入或者是 join 这个键点击一下 就可以进入到会员频道页面了 每个月只要4块9毛9 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收看这些精彩的节目了 诚挚的感谢 所有已经加入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感谢你们 新闻最少点 咱们下次见